大家好 今天是12月7日 星期一 這個時間 5時40分 大家如果抽了 京東健康的 不知道 暗盤 沽了沒有 我好像做節目的時間 跟大家 分享過我對他的看法 我說升三成左右 即是兩成半 三成左右 都可以先行 我們來一場先 在這段時間 他的股價最高 好像兩成八、兩成九 差不多 跟我自己想的水位 差不多 所以大家如果真的抽到 都可以想一想 明天就明天才算 不過這隻 變成你預算了 可能是早上的時間 亦都會進入很多不同的指數 所以 大家可以自己想一想 固定不固定 但記住市況現在 是比較上陰陽怪氣 大家都應該明白 今天的時間 你看到市場 其實是一開始 一開始 已經跌下去了 越跌越多 跌過差不多六個水 即是六百 五百八十多點 最多跌過 美市又叫下跌 又慢慢轉定 但今天的港股 其實是跑輸外圍 你見到外面 跌得不算很多 即是外面也是跌 跌得不算多 但只不過是整個市場的氣氛 是頑皮的 有一個情況 你見到今天跌 我們說的強勢 那些 科技股 還有中資股 全部跌下去 這個情況 其實跟之前的跌法 有少少不同 或者這麼說 是一個比較差的表現 所以 大家自己 都要慢慢留意 這個情況 另一方面 可能也要說一下 個別的板塊 因為 今天其實也挺特別的 剛剛提及到 很多科技股 都叫做跌下去 其實就變了 我要再 可能 在這個情況之下 大家都要審視一下 自己的磁瘡 或者情況 而且 因為始終大市 很受到中美關係的影響 今天市的下跌 可能是否跟美國有些消息 說美國那邊 可能會加大制裁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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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黑名單 那些消息 我覺得是有些關係的 所以就變了 等於之前跟大家分享過 就是說 市 其實你會預計中美關係 會對港股 影響相對比較大 也是為什麼 中美股市 在年來的時間 會跑刑 港股的原因 所以這個因素 對於廣告的理解 不可不妨 大家都是要小心 真的要自己 大家要小心一點 那 講到這個 之後 再跟大家說一下 一些其他事情 那 還有IT IT 私有化3元 那 你說 成不成功呢 其實很多時候 私有化 成不成功呢 有時候很難 很難說 100% 一定行 一定不行 但是純以作價去看的話 那機會是大 但是為什麼 我不會說 100%一定行 因為私有化當中 其實有很多 變數存在著 我想 講幾個 大家可能會有機會 發生的情況 第一 作價 好像 今次 IT 這樣算 其實作價是3元 那是給 上映的收市價 有幾大日價 好像五成多 但是再看回 IT 其實你回去停牌 那一天 那一早上的時間 其實股價挺有移動的 是抽升上去 就是 可能有些 春光鴨 有些人進入了牆 不奇怪 但是 你說 差不多五成多的日價 那 本來五成多的日價 大家覺得是否合理 通常我們說 講這些 講這些 股份的話 有時候會用那個 PB去看 即book value去看 印象中 好像 現在的3元 這個價 應該是比book value 再多一點 應該是超過一倍 超過一倍 所以 如果你這樣 按道理 按道理 看上去 又好像可以 因為價值 可能是1元 現在的價值 可能是1元 現在的價值 好像是貴了 但是 你不要忘記 因為現在的 即現在這一刻 很多東西的 股值 相對比較低 所以 你用現在這一刻 一個股值去計算的話 其實 有一點 我覺得 是把資產的價值 是隱藏了的 但是 無論如何 3元 這個價錢 和現價相比的話 有一個相當大的 吸引力 所以純價去看的話 即是 還有股價去看的話 這個是有些賣點的 大家答應過 有因是大的 但是 很多時候 很多股份 大家記住這件事 很多時候 有些股份 可能是NLV 10元 有些人願意 用6元 7元去買 為什麼 最好成事 為什麼呢 因為有些資產 就是 有些固定資產 變成 有些資產 你要變賣才值錢 但是 你不變賣的時間 那件事就沒有價值 但是很多的資產 本身就是說 可能 可能有些人 買出去也好 可能這件事是10元 你買出去的時間 可能最多是8元 可能你的價格 和你的心目中的價格 可能有少距離 就算是這樣的現象 所以通常 有些賣的東西出去 會有抵抗 例如說 10元 NLV 但買出去的時間 可能是8元 價值7元 都是最好成事 所以有些事 就是 讓個人資產 值不值錢 值多少錢 變賣得不可以 那個利益 夠不夠呢 這些是一個 在私有法裏 一個大家要想的地方 好 即使你願意接受也好 也要投票 按照相約公司的情況 就是 通常 你要投票的話 第一 是有九成的人贊成 另外 少於5%的人反對 這樣才是成事 這樣 所以 應該是出席股東的人數 還是股權的數目 是有這個情況 所以 好像發應批准 可能才可以 所以 其實 要達成 銷售化成功 是要經過很多 重的功夫 但通常 最關鍵的就是 究竟現有的股東 或者基金股東 是否要接受 所以 所以 IT 我覺得 接受的機會是大的 但是 現在 兩個百元 你可以放不放 如果 假設 你是100% 一定是成事的話 就是 一百多次 這些 潛在的回報 就是 等於 opportunity cost 你可以博 不過 我自己覺得 任何東西都有些風險 所以 如果買到 不要太大注 少煮一點 算了 另外 有朋友問 南月亮 是否抽 我也說過很多次 類似 因為 本身 南月亮 你炒了內需概念 即貴 真的很貴 但是 他本身 炒了內需概念 他有其他一些賣點 即是 他有其他一些 叫做大家 比較樂觀的地方 所以 要買的話 我沒有什麼意見 我覺得 其實都可以 只不過 本身 真的要 是 對 我想 你自己去運動 又是否有風險 即是 例如 京東健康 有升降成幾 其實 利息 都可以 今次的利息 是不便宜的 但是我覺得 南月亮的利息 是好像 都要兩厘幾 因為 都不算很便宜 利息成本 所以 大家也是要 計算一下 另外就是 特別下文 是的 如火如 陶 是的 這個是 是的 是 賭給朋友 賭錢回我的 多謝你 是 沒錯 你對的 我會記緊的 下次不會錯 放心 另外 有朋友說 將一些 可能 我沒有明白 一些 股份 跳 那些 跳藥式 還是兔仔跳 好像烏龜 我想 你的意思是 由烏龜 轉到 兔仔跳 那些股份 你問那些 MRNA 這是澳洲保険公司 你身上的保険公司 你身上的保険公司 你已經預算慢了 而且是 一些 國際公司 即是一些 較為 屬於公司 因為 你說 有邦的例子 其實很少有 有邦是一間 內地方面 獨資經營的 外資企業 在一些 保険方面 它有它的優勢 也看到它的增長 其實在內地的發展 是會不差的 但是 其他保険公司 就沒有它先天的優勢 所以如果今晚我選擇 要買的話 都是非有幫忙 但是 轉到蘋果公司 又說好不好 蘋果公司 我也有興趣想買的 不過 一來沒了手 二來就是 我覺得 有一個 大家看不通的地方 就是 它現在有些apps 類似抽成 類似分成的 其實我覺得 好像是少了 因為 有些條例改了 所以 這件事 我覺得 也要再觀察一下 不過 它的賣點一向來 就是它的big data AI這些 其實是很棒的 所以 少了 少了買下去 可以的 有更換過去 我覺得 你可能差一點 一些比較上是 可能比較慢一點的股份 但是 它們本身是 勝財者 可能是 收入穩定 股價未必會有很大的增長 但至少 收入穩定 會排息 我覺得已經可以 但是 一部分 可能比較進取一些 可能選擇蘋果 這些 我又沒有什麼特別的意見 另外再看看 另外就是 YALA 這隻 這隻 我先研究一下 這隻 好像被譽為 其實是 中東版的 騰訊 業務上 都是一些 類似 即時通訊 那類 那類的公司 所以 變了 很不好 我要研究一下 這隻 這隻股份已經回答過來了 但是 你問我 其實在新的地區 有這些 不過 其他地方很不一樣 其他地方 有些 政治上的因素 例如 你說 會不會有機會 停止 不讓他們說話 那些 我都不懂得分析 但是 只可以說 這隻股份 過去的股份 都OK 不差 但是 怎樣也好 這些股份 都要小心一點 那今天就 趕著這麼多 因為其實今天 有些事情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但是我想 留下明天一次過趕過去 這樣 所以 今天就暫時說到這裡 這裡先 那 大家有問題的話 都可以再留言給我 那我明天的時間 還有一片 跟大家再分享一下 好 那今天就暫時說到這裡 先 那我們明天再見 拜拜